針對臺志光 監視器案 藍白雙方醜不停 先是看到走在臺北市長任內 就發現臺志光不對勁的 柯文哲為何沒解約 他給出的答案 讓王世堅完全不買帳 這次報導先帶你來了解 即便柯文哲 臺北市長任內 早就懷疑臺志光有問題 但害怕自安空窗期 也不敢輕易解約 難道真的只能坐以待斃嗎 你跟蔣萬萬都怕 被臺志光威脅說 我把你斷訊 民間其他大家名門正派的公司 一併來解決的話 我跟大家報告 一天 甚至一天都不到 都不會被他斷訊 為什麼 中華遠傳 臺哥 他這些本來就有既有的線路 王世堅提出解方 認為是市府不夠積極 沒有作為 而且臺志光其實沒有實際運作 臺北市監視器 大部分的染線傳輸 根本是委託給中華電信 議員踢爆臺志光當二房東簽約 再從中賺取差價 不只如此 北市府還替臺志光省閒 光線管道的使用費 市府優惠通通免費 地下染線的掛設都是對臺志光是最大最大的一個肥約 是予以免費 二十五年等於我們優惠的臺志光 將近十五億的金額那麼多 每一年他通過我們市府的橋樑隧道管道 這樣照說其他公司都要付租金 他完全不用 這樣子一年下來的租金要五千萬 合約彷彿是替臺志光量身訂做 每一條都有油水可撈 臺北市民的納稅錢就這樣 一筆一筆流入臺志光的口袋 記者陳明華 林宇拉台北報導 記者 李宗盛